這首有擊 昨天他則是先發了三雷手 這個球打到右半邊 第一支彈打出現 打得不錯喔 實際上也過往在面對 波雷克的對戰 其實雖然打數不多 不過對戰打距離還蠻高的四支二喔 這個球感覺第一時間右外野手鄭凱文 好像有想要撲看看 後面覺得太冒險了 讓球在自己面前落地 對 這個時候剎車 也像這種人工草皮照理講喔 他的彈跳是比較有規則性的喔 所以發現說來不及的時候 最後一棒的打者 點了 點到投手正面 投手自己來處理 在一雷這邊一雷手接的也很確實 那為什麼對成功的推進 再來一個縱向的變化就是這個球 結果被一雷手攔到 躺在地上傳 那這個時候 到三壘的跑者決定拚本壘 撲回了本壘得分 紀錄上應該會是一支內野安打 這個球我覺得 其實大學長接的真的蠻不容易的喔 很漂亮喔 這個球接到時間 反倒是布雷克 真的捕位稍微慢了一點點喔 那 高貴廳躺在地上 一直在等布雷克 進來一雷捕位的那個實駕打球傳出去 所以變得兩個 就是捕位跟跑蕾幾乎同時到達了 喔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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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這球接得很漂亮喔 在那邊等喔 大學長這個球接得像24歲一樣 最後真的不好傳啦 因為基本上高貴廳 他是躺在地上 要爭取時間 然後布雷克當然這個球 對他來說應該身高也超過200公分 哇 所以跑者這邊喔 有機會利用這個內野安打 回到本壘 這也是雙方在這個世界賽 第一支得點圈的安打 對 如果這是什麼 我們可以去哪兒 再點圈的安打